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芷山 我们继续查《提摩泰前书》 上一集查到四章的十二节 剩下四节的经文 我们先看第十三节 《提摩泰前书》四章十三节 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 直等到我来 在原文宣读、劝勉和教导的前面 都有一个贯词 即是英文的the the 或者中文的那 表示这三样都是当时 教会聚会的例行程序 宣读是在会众面前大声朗诵经文 然后加以解释 并且劝勉信徒 如何实践在经文里的教训 至于教导 就是特别注重和有系统的教导神的真理 林彬 你可不可以举个实例呢? 或者我们就研究一下 应验在你们已终了 由此可见 劝勉是根据宣读的经文而来 而教导的重点就是叫人明白圣经 宝罗说 宝罗说这样做直等到他来 宝罗说直等到他来 那是否表示当宝罗来到之后 提摩泰就不用再做呢? 当然不是啦 谁知道提摩泰是以忽所教会的牧者 这个是他的责任 宝罗的意思是 在他还未来到之前 提摩泰更加需要正众其事 不可以松懈 的确 宣读 勸勉和教导 都需要由神而来的信心 智慧和勇气 对一个年轻的牧者来说 提摩泰更加需要鼓励和提醒的 接着看第十四节 提摩泰前书四章十四节 你不要卿佛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直着寓言 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刺给你的 卿佛是卿事不体重的意思 宝罗劝介提摩泰 要体重他所得到的恩赐 恩赐不是天生的才能 而是圣灵赐给人用来福祉教会的才干 在教会 什么人会得到圣灵所赐的恩赐呢?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身体有不同的部分和功用 所以每一个肢体在教会都有某一种或者某一个特殊的恩赐 去发挥它的作用 圣灵所赐的恩赐不是用在个人的好处 而是用在建立教会 言下之意 每个信徒的恩赐都可能会不同的了 根据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恩赐 也都不会有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恩赐 恩赐是按照圣灵的意思而分配 有些人能够医病 有些人会讲谎言 有些人可以逆谎言 行义能 甚至有先知广道的恩赐 是父神需要信徒在哪一方面的侍奉 可否多说圣灵如何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分配恩赐呢?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的经文说 恩赐缘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壮用和重要性 圣灵有主权去决定信徒应得的恩赐 这样做信徒就不应该自我隔离 也都不应该互相排斥 而是要互相配合 互补长短 使教会得到成长 使福音得以广泉 这个道理提摩泰应该一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保罗还要特别叮嘱他呢? 提摩泰还年轻、经验少 未必知道将来会有什么遭遇 如果一开始就懂得珍惜自己所蒙受的恩赐 好好地去发挥 就一定有扎实的根基 当保罗提到恩赐的时候 他特别指出 众长老为提摩泰按手 这样证明恩赐和教会是息息相关的 恩赐是为了教会 而教会也都见证并且加强恩赐的发挥 提摩泰所得到的恩赐 是按照从前的预言和众长老的按手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呢? 预言和按手都有极重的分量 预言是在圣灵的感动下 宣告恩赐的大小和公用 而按手就是肢体的彼此乱合 互相交通 应该是和提摩泰 被按纳成为教会重要的领袖 和传道人有关的 我们继续看第十五节 提摩泰前书四章十五节 这些事正在这一章的经文 就出现过四次 分别在第六节、十一节、十五和十六节 紫山可不可以和大家温习一下 第一和第二个这些事? 没问题 在第六节的这些事 是指提摩泰要提醒信徒 防备异端的邪说 在四章的一至五节 至于第十一节的这些事 是指七至十节的经文 信徒要在经验上粗练自己 这里的这些事 是保罗提醒提摩泰 要留心去宣读、劝勉和教导 指的是十二至十四节的经文 至于在十六节的这些事 我们会等到查下一节的经文 才和大家分享 保罗首先叫提摩泰要因勤去做 因勤的意思是 小心、留心、用心 保罗吩咐提摩泰 在宣读、劝勉和教导的时候 要小心和留意 保罗也提醒提摩泰要专心 专心比因勤更进一步 意思是要完全投入侍奉 并且要揭尽所能全神贯注 忠心的服事 这样做果效才能够给众人体见 即是在众人的面前显露出来 咦?经文还提到掌进 什么是掌进? 掌进在原文是指 砍伐树木 向前推进的开路先锋 在这里用来比喻 要排除一切的障碍 才能够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得到成长 好 我们看完这一章最后一节的经文 提摩泰前书四章十六节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行心 因为这样行 又能够自己 又能够听你的人 谨慎是密切留意的意思 保罗吩咐提摩泰 要留意自己的生活和行为 作为好的榜样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以身作词或者生教 另外提摩泰也要注意 他所传的道理和教训 这个就是言教 总括来说 作为一个传道人 必须要在生教和言教两方面 互相吻合 的确 作为传道人 一定要持之以行 经得起考验 绝对不可以讲一套做一套 在外面就道貌岸言 满口仁义道德 回到家就假情假意 来路骚髒腊脱 接着提到这张经文的 第四个这些事 指的是自己要谨慎 要有恒心 不要因为受到挫折 而灰心喪智 谁知道如果坚持下去 自己会首先得到造就 靠着这些宝贵的经验 便会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这个就是能够自己 又能够听你的人的意思 武罗真是用心良苦 他的交道十分全面 不单止对提摩泰 其实对我们这些后来的信徒 也很有帮助 好 今集的《茶经》就停在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鼎姊姊妹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